香港時間晚上11點左右 你看到這個設定比較有趣 為什麼呢?一個很齋的辦公室設定 因為我是有... 我等開會之前,我免得在酒店局 所以我就找到一個辦公室拍照 就是這樣,這個設定很齋的 基本上齋都沒有朋友 那... 未來幾天的設定都會比較穩定 因為我是有公務的 而且我會在不同的城市出出入入 OK 這個願榮光歸香港作為國歌 又來一宗呢 這次第三次我就看不到這個是careless 這個是故意的 其實也都反映了國際社會 對那個...香港究竟是屬於誰的看法 因為...第一 國歌一般是不播唱的版本的 為什麼不播唱的版本呢? 因為你一有唱的版本 就一定有political dispute 你播錯歌詞就很嚴重了 例如...俄羅斯國歌 俄羅斯國歌曲的 melody 跟以前的蘇聯國歌是大同小異的 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是問題是你播到蘇聯國歌 如果有詞的話 你播到蘇聯國歌就很尷尬 你講蘇聯 蘇聯已經是幾十個國家 你想一下是什麼意思 都是那個 melody 雁正平說德國各歌 你播... 我...我現代就播第三段 但是如果是播錯第一段歌詞 就真是...大哥... International dispute 真是真是 international dispute 所以很少播詞的 很少 因為一播詞很麻煩 但是他就故意有一個有詞的版本 而且還要是... 那個中國國歌就擺明走音 你就不用說了 他擺明就是國際社會玩糕的東西 國際社會玩糕的東西 就是很簡單的就是 究竟國際社會怎樣看香港 例如體育運動那些 這是香港的地位 這個就是中國人永遠都不會面對 其實中國在香港的主權 那個是有一個前提的 有一個前設的 就是你中國在香港擁有主權 你的前設就是 你... 要 honor 中英聯合聲明 如果你不 honor 國際條人 你的主權 你不要說這個是自古以來什麼什麼什麼 不好意思 因為限加以南呢 你是... 你是大清國皇帝永久給予... 這個... 大英皇帝 你打輸了 你那個... 那個土地的各樣就是... 就是那一回事 那個各樣就是那個各樣 所以你... 你現在... 你... 所以你基本上就是 因為限加以北的問題 解決不了 因為他是租借地嘛 他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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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不是英國主權的嘛 在這個... 這個前提之下 OK 我沒有辦法了 那麼... 就連同限加以南 有條件 有條件 不是給你 是有條件 這個... 就是說... 付贈那個 是有條件的 你不是沒有條件的 那個條件就是你要 honor 你中英聯合聲明裡面 你... 所謂那個... 附件一那個所謂的 就是... 中國對港政策那個 那個方針 你要 honor 你不 honor的話 會食屎的 你的基本法本身都是... 其實是... based on 那個... 中英聯合聲明那個... 那個 honor 那你現在... 你不 honor嘛 你不 honor 沒有東西的 國際社會有很多的方法的 OK 你跟 SEO 無關 你不要再跟我講什麼 SEO 什麼 我知道你中國人很喜歡說 SEO 但是問題是... 這件事跟 SEO 無關 因為... 你... 你說了這麼多次 這件事罵得這麼大 體育界個個都知道 你... 他會搞錯我不信 我... 就是... 大哥... 我... 如果講了十九多次 你都會錯... 那... 那個... 那就不是錯的 那是有人玩狗的 很簡單的就是... 大家就覺得就是 怨榮光歸香港 因為你的國歌有一個前提的就是那個organic 這個就是很多人都忽略的 國歌不是某個人催出來的 譬如在怨榮光歸香港之前 我談過說 海闊天空是國歌是沒得選的 那時候比我恥樣是這一首 而且符合那個抗爭者的心情 但是很多時候世界上偉大的國歌 大部分是因為革命的戰鬥過程organic 而成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馬賽曲 或者叫做羅因軍團戰歌 因為作的那個地方就是Strasburg Strasburg是羅因河地區 所以叫做羅因軍團戰歌 馬賽曲曾經在奧逸王朝復辟之後 OK 波破王朝復辟之後 曾經停用馬賽曲 但是後來都是最後被迫著用馬賽曲 因為馬賽曲是理organic 而成的 就是混然 那些人忘記了這件事情 就是馬賽曲是混然軒成的一件事情 馬賽曲不是石頭爆出來的東西 馬賽曲是他自我形成的 馬賽曲可以成為國歌 是一個自我形成的 因為是群眾的結果 OK 他聲調旗歌 美國國歌本身就是 美國獨立戰爭打回來的 所以 你的國歌是打回來的 不是打回來的 是一回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歌 其實是不穩定的 因為第一 他本來是一個電影主題歌 他是風雲二位的主題曲 其實他本來是commercial的 講句強硬聽 就是pop music 但是更大的問題就是 二雄軍進行曲的過程裡面 他有沒有成為一個 organic的中國人認同的一個戰歌 沒有嘛 中國的革命一直都是人類的 就是說 你說辛亥革命的時候沒有這件事情 你說中國共產黨奪權的那個 其實是外國勢力的介入結果 那是蘇聯的結果 因為那個人聽到現在 中國是蘇聯符立的嘛 撲起了街 你哪有中國人的元素 都沒有中國人的元素 不好意思 所以你中國以來 你看到台灣沒有國歌的一隻 沒有辦法有一個共識嘛 你國歌要有一個consensus的 要consensus你要經過革命的過程去建立的 OK 你說為什麼願榮國歸香港 大家都覺得是認爲國歌很緊張 他是香港大革命的產品來的 我告訴你 就算你中共用什麼狗招 上衣首個消失 你也消失不了 我告訴你 因為他跟馬賽克是同一個東西來的 OK 他又不是蘇聯國歌 蘇聯國歌是因為 蘇聯有一個蘇聯的 有一個光榮的事 OK 有些人是為何普京要將俄羅斯國歌還原 那個melody還原到蘇聯元代 當然 如果由古典音樂的角度來講 俄羅斯國歌不是作得差的 那個是 那個是很有氣勢的 那個霸氣是沒得說的 他是很有霸氣的一首歌來的 簡單來說 你是真的要找一對orchestra 擺在前面演奏的 OK 他是贏不了馬賽克的 馬賽克不能講 馬賽克是他的行軍 容的 那 問題是 你 願榮江歸香港是跟馬賽克是同類的東西 他又不是說蘇聯後面有一個 就是 怎樣 有一個民族主義歷史在後面 OK 你 你 你中共的一件事情 你搞不明白的是 願榮江歸香港本身是一個戰歌來的 本身 他是從整個 群眾的 consensus 所以你想想那次DGX 暗糕走去收時代革命 那個版權費的那件事 過了那件事之後都沒事 你們知道那個地位 為什麼會有這個地位 這個是群眾的結果來的嘛 群眾共識來的嘛 這個 簡單來說就是 香港是沒有土地 有靈魂的國家的 簡單來說 香港是沒有生命的 但是靈魂一直都在的 現在就是整個香港的巨靈在後面 這個具體體現就是一個榮江歸香港 一個就是香港的 所以你是消滅不了的 這個就是國際社會都知道的 國際社會 你看這個運動贏了 為什麼那個都 怎樣 為什麼不敢玩糕的 甚至有 甚至你問 如果你說 那些人一想就想到 哦 我要整首 國國香港國國 一定是圓榮江歸香港 簡單的嘛 你那個 你那個 consensus 國際社會是不滿足的 你這樣 你 我義勇軍進行國關 你 你中國人都不覺得關事 告訴你 你更更 就是說 如果你說 由這個電影配樂來講 義勇軍進行國是很成功的 我也承認的 就是他作為電影配樂 他是一個很成功的電影配樂 就是他有個種 如果你配合那個電影畫面 那個是一個 很 很雲偉的一件事 對 但是你作為國國 不夠格 你更加不會說台灣 台灣為什麼沒有國國呢 台灣沒有啊 有共識的嘛 國國這件事 沒有可能有共識的 因為 台灣的國 台灣的國體是借回來的 中華民國是借回來的 你說台灣有自己的國國 國旗一定要等到 台灣成為一個 正式的國家才行 這個是說幾十年後 你說 那支旗是怎麼樣 我都覺得 你問我國旗呢 我就比較傾向台字旗的 台字旗就比較像的 就是台灣那個文章 那個台字旗 那個是對的 那個 但是你說國歌 我覺得真的 這個真的要 要找人考一下才行 因為台灣真的沒有一個 就算連八合花 就是野八合學運 太陽花學運 都沒有一個 形成一個 歌曲上的共識 不同香港 香港是沒有土地 但是那個靈魂在這裡 那個國家 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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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回香港 揮號很簡單 第一 它二次大戰的淡 第二 有德國的先禮 因為德國的城市 多數的揮號 是它以前的國家的揮號 現在是可以接受的 這是可以接受的 你問 為什麼德國的城市揮號 有些用幾百年 尤其是德國旗 都很簡單 它舊有的那個 舊的公國 侯國 諸侯國 選抵侯 那些用開的國會 甚至荷蘭 其實荷蘭國旗 都是以前的拿蘇 拿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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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班人來的 荷蘭的皇室 是來自非安蘇班 那班人 把他拿蘇的 張之旗帶過去 然後拿蘇就沒有了 後來 是這樣的 然後你說 好像我們的周旗 周旗和匈牙利的國旗 是一交樣的 所以 所以我們的周旗 一定是聯盟的州法 一起用的 否則很交 為什麼和匈牙利的國旗 有一個顏色 因為 那些黃色的關係 那些錯綜複雜的關係 神聖俄馬帝 那些歐洲歷史 那些幾百年的混亂 那些全部有關 德國那些州的國旗 那些州旗 那些是隔離國家的國旗 所以有些州的旗 就是德國國旗 再加州徽上去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廢時混亂 因為我太多需要去交易 我們來香港 他有的 香港 香港用回到以前 英治年代的 那些揮號 其次 那個是有詩毅的 那有德國詩毅 那是有歐洲詩毅的 那個是 那個是 這個就是中國人不明白 這個 這件事情 你的國家是怎樣 建立出來的 你的國家有沒有經過一個 有一個 People's Consensus 構成出來 如果你有 People's Consensus 構成出來 你不會有獨立運動 但是多數有獨立運動的原因 其實有一點就是 你沒有一個人民的 Consensus 你人民的 Consensus 不存在 譬如你美國,你說那些州要獨立 有沒有那麼容易,沒有那麼容易 不是什麼顏不戰爭,打齊人 那些問題,就算不打 你說公投要離開 美利堅合眾國 沒有那麼容易,我告訴你 因為美利堅合眾國是有一個 Consensus 在裡面的 聯邦國家這些 Consensus 其實很多的 革命形成的國家尤其是 就像法蘭西 法蘭西本土 法蘭西會否封起來 那麼多狗,不會吧 原因很簡單,因為法蘭西是革命出來的 革命的產物來的 所以法蘭西一定是 可知其 那個革言 國家自由、平等、博愛 全部是和法國大革命的 因為這個國家就是建基於法國大革命的成果 所以說香港這個國家的成果 都是建基於香港大革命的 一定是 這個是不能談的 就是香港大革命所造成的產物 譬如願榮江歸 香港一定是一個國歌 或者是 香港旗在香港人的位置 全部是有 你看到越南越旗 為什麼它拿不到這個位置很簡單 南越的國家不是革命出來的 嘛 南越的國家那個不實正 但是你看看韓國 韓國國歌 我不知道那個有沒有合理 但是 太極旗是代表韓國的旗器 是無可挑戰的 是不能挑戰的 太極旗的對方 為什麼太極旗沒有挑戰呢 為什麼 沒錯是太極旗器 和大清帝國的官員設計有關 但是問題是太極旗後來器 三一運動的民眾共識 那個是上數字 就是什麼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承押的時候 那是三一運動的結果 就是高中皇帝 嘉賓 然後全民悼念 全民悼念的時候 造成了反日浪潮 那個是韓國的民族機器 所以北韓初期都是用太極旗的 所以我在一個後來 現在北韓的國旗是毅旗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這些東西一定講得很清楚 所以你說是什麼 播不播過 所以你中共的肉 你收皮 你根本上中國人 你搞National Building 你都還沒搞定 就是何謂建國 熱狗很喜歡講建國 熱狗經常都說他們是建國 你知不知道這個國家是怎麼建立的 你不是有枝旗 有首歌 就是他叫建國 建國是一個歷程來的 一個process來的 建國是一個過程來的 建國是一個過程來的 一個民族的誕生 一個國家的誕生 一個過程來的 一個漫長的道路來的 就是我們得意志民族 一個得意志民族國家的誕生 那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從神聖俄馬帝國的一堆會員七八糟的那些 到羅恩同盟 到阿波蘭一次過打 怎麼會帶風他自己的那些 就是親朋戚友做國王 做諸侯 到 法蘭哈佛革 1848年的革命 它全部有一個過程在裡面 我追求什麼國家都是一個過程在裡面 所以德奧合併 那個希特勒是侵的 就是這個原因 你要大得意志 你不早搞 你現在才搞大得意志 你瘋了 我奧帝都不認同你那一套 是不是 我為什麼要跟你合併 你這麼早要合併 我奧帝人不公 所以奧帝人後來 二次大戰之後 跟德國人呢 保持他的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你的國家追求 和你的國家追求是兩回事 但是奧帝人 奧帝人共和國是有它自己的國家追求的 它也有自己的文化 對某些事情的看法 譬如你德國是比較機器的 奧帝人是有一個盟藝的追求 奧帝人的盟藝追求是很清楚的 奧帝人的盟藝追求是很清楚的 奧帝人北歐都很清楚 奧帝人北歐都 那我經常說 他是講德文的法蘭西來的 有某程度上都是的 那些人喜歡吃東西 那些人喜歡藝術那些東西 多一點 不是工程 德語不代表工程好國家 不是的 德語好看地區的 就是原因而已 你中國人自己的 National Building 什麼中華民族 五十個民族 都拼在一起 本來都是大集炒 而且中國的革命裡沒有 進行任何建國的工程 沒有的 革命其實很簡單 仍然就是 你搶 你爭我奪 講完 香港大革命系 亞洲來說 如果在近代 亞洲歷史上 它是比較罕有的 原因是 因為香港大革命是一個 完整的民族主義革命 其實它是歐陸標準的革命 它是第一個 日本沒有出現過 因為日本那個 日本的明智維生 都可以是一個革命 但問題是明智維生 那個後面 後來變成了一個 軍國主義的物體 它不是一個 它 National Building的過程 裡面 日本的National Building 過程是不完整的 後來就變成了 對君主的絕對效忠 去取代 對帝國擴展的追求 取代了它那個所謂的 民族理念的建立 韓國就比較不幸 韓國 韓國不是它不想這樣做 韓國是它的 第幾位置 令它地緣政治 有太多的 滯爪 OK 就是它的民族 那個建立 都是近年才完成的 但就不是那條 不是香港那條 但香港那條 就像是歐洲那些 法國大革命那些 所以這個過程會持續的 所以你說什麼 你這不是玩夠國歌時的 我告訴你 我可以玩到三四次 你都還沒玩完 我告訴你 它不斷讓你出手 我就可以 我國際社會主義的體育運動 那些人說 那我不要派香港運動員出去 你不派香港運動員出去 我告訴你 你更尷尬 譬如你突然間 取消香港奧委會的地位 英國它可以動之旗 因為英國一向都很適合 這件事情 我將香港奧委會 官給人英國 你中國否決說我不參賽 那不要緊 你不要不參賽 我可以把香港這個國家 怎樣的 贊托在英國之下都可以 沒問題的 反正國籍身份都是贊托的 BNO本身其實是香港國籍 香港國籍身份是香港國籍身份 香港國籍身份 我告訴你 你這樣玩 玩糕的 一百個方法玩糕的 英國本國就可以 英國那個 英國那個 國家體育運動 那個代表隊 本國就是一個組合 組合位 聯合王國 本身是可以任意組合的 這個大家忘記了 所以你說 動之爭香港 其實 軟弘剛在香港 那些人 整個香港牛亡代表隊 都還可以 如果真的出了這樣的事情 當然要介紹你 中國不要玩 沒有人想跟你玩 我說以前都行 大家還要顧他 你感受 現在你吃屎 應該沒有人這樣 所以我覺得 中國人不明白 毛澤東也會說 天要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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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港莊分家 你分了家 就說大家天下太平 但是你中國人就不懂 中國人 中國人不懂 我都幫不了你 所以這樣的事件 肯定來多幾次 全世界會繼續認為 軟弘剛歸 香港是國歌 一定是 這個沒得聽 因為這是大革命的結果 你搞不清楚 你中國人 不明白 什麼叫建國 說得難聽一點 林鄭月娥 這幫賊頭 再加上你 習近平的傢伙 是香港的建國者 你不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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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搞這個 反中心管 在這麼緊刺 誰會這麼容易見過 有時候 那個國家 是誰建立的 大哥 大家自己心裡 好了 這一節到這裡 下一節 就是香港時間 香港BI 香港時間 大概 晚上 其實 基本上 我現在 都是這樣 錄的 基本上 我日後 錄完 日落之前 錄完 就是這麼簡單 否則 有點煩 我就說到 這裏 我就說到這裏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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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